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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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年前那一座全球最大的都市如今深埋在开放地下十米的黄土之中 由于历史上的黄河水患在开放的地下依次跌压着六座古代城池 形成了城落城的天下机关 值得清闲的是肆虐的黄河并没有完全吞噬这一座千年古城 如今漫步在开封 我们依旧可以欣赏到开封铁塔大国相似 包公子 元庆端 宇王台 凡塔等名声古迹 特别是铁塔公园 位是中国100家民园之一 国家4A级景区 铁塔位于铁塔公园的东半部 是园内重要的文物 也是主要的景点 建于公园1049年 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 所有天下第一塔的媒称 因此地层为开宝寺 有成开宝寺塔 又因遍体通彻褐色琉璃砖 魂寺铁柱 从元代其民间乘起为铁塔 建成900多年来 已经战火水混地震等灾害 仍微然用力 亏惜的是 虽然开工有500多万人口 是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 每年接待5000万游客 却被划分于座四线城市 近年前的繁华犹如人科一梦 从17年前的全国第一大都市 到入境的四线城市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有什么想吐槽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按钮